第十轮开放的房间号码 27号 吉祥 22号 小小黑 37号 石头 38号 叶秋新 计时开始 小小黑跟石头怎么放一块了 我们那一组特别担心队长没有来 因为石头老师也在我们那一组 然后我就想着会不会 他们都去找石头老师 你以为会是谁进来 你能选吗 是我 我毛巾放你这 绝对不带变 黄子汤 只要他喜欢我只要他选我必选他 我天呐 我到底要给Bboy还是要给 嘻哈 我那时候已经超级困难了 而且我心本想的就是小猪队长快来救我 对 翔哥 好好笑我一天啊 你会跳Bboy对不对 对 第一强是什么 第一强是黑胖 第二 Racking 第三 第三是Bboy Bboy 哦 知道了 啊不要被锁死 我觉得不要被舞蹈给锁死 你就要去找全能的舞者 那吉祥就是我要的人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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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了吃 你再找我妹子吃吃吃吃吃吃吃 这就是我的人 我的给快点 你确定哦 酷 ok 他是拿一个香蕉过来的 然后他直接递给我说 吃了就是我的人啊 哈哈哈 哈喽 我直接问你了 请你一下 选哪个对象 我现在拿六十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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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了 谢谢 怎么样 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没想想吧 你也可以好好想想 好吧 那我这条毛巾 我这次是这一轮 我先留给你 谢谢 都去石头那儿了 我没有了 你挂石头那儿了 嗯 挂石头那儿了 我挂石头那儿了 石头 四位选手做出选择 我选择的队长是罗志祥 好 前阵队长 是 石头谁也拿不到 谁也拿不到 最终还是我的 你也选啊 我没选啊 但是我用了一个办法 你看 第十轮有两位选手 配队成功 二十七号吉祥 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 二十二号小小黑 成功加入黄子涛战队 哇 哈哈 我来石头没学你们 石头 我跟你商量一个策略 因为你跟小小黑现在都在我这 嗯 然后呢你现在就选我 你没有你既然跑到带定区 最后带定区我一定会把你复活 我跟你发誓你知道我黄子涛说话算数 我如果骗你我出门让他撞 真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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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我就是哎哎哈哈 目前罗志祥战队已有八位舞者加盟 还有两个席位空缺 一阳千禧战队 有五位舞者加盟 还有五个席位空缺 黄子涛战队 有四位舞者加盟 还有六个席位空缺 韩庚战队 有两位舞者加盟 还有八位舞者空缺 接下来 请四位队长 将剩余的所有毛军 做出选择 就如果他真的不选我的话 其实 那就回家呗 就算这一次韩庚不选我 我也要选择他 消费的对吧 从第一开始我就认定韩庚 就是要紧紧去跟着他 够好了 等队长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相信韩庚队长 就一直等着他 就算 最后韩庚队长他如果没选我 而我最后还是始终会选他 相信我 我一定给你毛巾 一定有你的位置 我肯定相信你啊 谢谢 我还是决定追随自己的初衷 选择小猪 就等 我在四百强的决定 我一定要选一样 选一样千玺都是 有事有情 好好吧 就不变了 你开始选谁就选谁呗 怪你这儿了 怪你这儿了 我很感谢陶哥 队长分组选择完毕 一阳千玺毅然装置战队成员 孙维军 杨剑 忠臣 林语 张天字 周兴素 小屁 林梦 亮亮 韩语 我们战队名称叫什么 叫毅然装置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就当时在 一个酒店里面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什么 禁止写在什么毅然 一炸装置 然后当然我要去也正好也是四个字 然后第二个字也是火字开头 然后觉得然这个字应该也更酷 准备 这次队长大秀的主题讲的是一双鞋 鞋对单子来说是可以给予自信力量信仰和东西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有剧情是 一通调完之后 然后最后把鞋子走出鞋垫的时候给一个小孩子 虽然我是四位队长里面最年纪最小的 所以我也是想学习更多 继舞精神 然后继舞的技巧啊 然后能够传扬奉献给下一代 就是这样的画面 我也是这个画面 我也是这个画面 既然不知有的 这是一个男人 了 哪有能力 你可我应该尽来 拿一个男人 真正的男人 我不会尽腾 这是这么长的男人 我是马朗 然后我们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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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